接下來這位參賽者是 沈樂宜 樂宜 主持好,評判好 主持好,大家好 樂宜,你好 她在北京出生,在新西蘭成長 高中時才回來香港 有沒有很想念新西蘭這個地方 都挺想念,但喜歡香港多一點 但是習慣在新西蘭的話 見面養多,我會見人 回來香港見到人會不會很不習慣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但是人很看過樣子 那你今天唱的歌是 王菲的《我願意》 哇,高難度挑戰了 將時間交給Louis 《我願意》 Hello,我是沈樂宜,Louis 香港大學文學院的學生 我小時候在新西蘭長大 所以習慣了聽和唱英文歌 我想趁這次機會 唱多點中文歌給大家聽 同時間我想體會星光舞台的這種刺激 歌曲舞台 《要製書》 演唱歌 wiem 作曲 李宗盛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随形 無聲又無息 觸摸在心底 轉眼 吞沒我在寂寞裡 我無力抗拒 特別是夜裡 想你到無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 朝你狂奔去 大聲地告訴你 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忘記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的懷裡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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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縮天際 只要你真心 那愛與我回應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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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今天我就不太感受到這件事 於是兩件事加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 沈路易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不是選我願意的話 其實你的成績會好些 我願意為你 忘記我姓名 因為這首歌 黃飛唱是內志外出的 你今天只唱了面子那一層 基本上就真的不太吸引 但是我知道你真的有很好的 potential 所以下次真的要想過 去選擇什麼歌 因為策略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一個很好的歌手身上 策略也很重要的 所以其他參賽者也要留意這一點 什麼都願意為你 53分 好 謝謝 謝謝你